第1924集 废话 回答我的问题 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七杀积极地问 他现在完全失去了凶心 应有的性格 他现在只是一个关切的 想知道别人过得好不好的普通人 哎 奇怪了 你对他很上心啊 这不是你凶心的风格呀 叶浩轩故作惊讶地看着七杀 你跟他很熟吗 你 七杀看着叶浩轩 他的两眼几乎要喷火了 如果不是因为他现在受叶浩轩的控制 如果不是想从叶浩轩的嘴里知道一些东西 他保证 他绝对会一巴掌拍死这个王八蛋的 呃 这个天魔跟这个冰心之间呢 呃 是有些小故事的 破军插了一句嘴 他接着说 他们两个人 刚说到这里 破军便闭嘴了 因为他明显地感觉到一股沙意 从旗上的双肩中喷出来 他识趣地换了一个话题 呃 总之啊 呃 你们遇到了什么 那就跟我讲讲呗 呃 算是 从天道秩序变了之后 我们是无法再到冥界去了 呃 就算是去 也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的 而谁会闲得没事 去那地方找刺激呢 破军说 七杀 想想叶浩轩问点关于冰心的事情 但是看他的样子 似乎又是 拉不下那个面子去求叶浩轩 这让叶浩轩感觉到好笑 七杀这个煞行 居然也会有这样的一面 以前是真的不敢想啊 那就先从天魔冰心说起吧 冰心嘛 人不错 也挺漂亮的 不过总感觉 他似乎是七情所伤 叶浩轩就扯了起来 哎 其实他也不是完全瞎扯 因为冰心给他的感觉 就是有一股淡淡的忧伤 叶浩轩知道 这样的女人是经历过一些 风风雨雨的女人 因为她所表现出来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所以叶浩轩相信 他的身上一定是有着故事的 只是叶浩轩没有想到 他身上的这些故事 居然跟七杀有关系 而且看七杀关切的样子 两人的关系绝对不简单 听着叶浩轩说话 七杀的神色有些异样 他的内心似乎在挣扎着 良久他才微微地叹了口气 转过身去 唉 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没变 唯一变的 恐怕就是你的心吧 七杀难难地说 对不起 当初是我为了远大前程而伤了你 我也知道 你不可能会原谅我 今生今世若能再见 哪怕是让我烟消云散 我也愿意 而七杀转过身去 他缓缓地离开 他的身影有些落寞 其实啊 不应该是那种在乎儿女情长的人呢 叶浩轩有些纳闷地向破军问道 但是看他的样子 似乎是不一般的 什么时候 他在乎儿女私情啊 哎哟 这逐天的至尊漫天的神佛 虽说都是摒弃 七情六欲的存在 但是事实上 又有几个真的没有一点七情六欲呢 破军笑了笑 每个人 过去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和故事 即使是我们也是一样 兵心到底是什么来历 我感觉他很不一般呢 他虽说是号称天魔 但是他身上 没有一点魔性 相反 他身上也有一股气息 很不一般 你也察觉了吗 破军瞥了叶浩轩一眼 哎 没错呀 他不是真诚的魔 而且现在 他是唯一一个可以穿透阴阳 穿梭三千世界的人 他可以到三千世界去 叶浩轩这一惊客非同小可 他本来以为 大能们部下的结界 是不可能破掉的 没有人能出得去 哎 没错呀 踏破虚空遨游三界 也只有他才能做得到了 破军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这可是能媲美远古 大能的存在 他到底是什么人 叶浩轩不解 你觉得呢 破军反问道 我觉得 他倒是与女娲有点关系 莫非 叶浩轩识探性地问道 他真的与女娲有关系吗 叶浩轩在冥界的时候 就感觉一定有关系 只是他不确定 好了 就此打住 这个话题以后不要再提 你也不要再问了 我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 破军及时地打住了叶浩轩的话 而且看他一脸严肃的样子 叶浩轩知道 这件事情啊 没有那么简单 冰心绝对是跟女娲有关系的 叶浩轩想想就有些震惊 这可是远古大能之后啊 女娲造人补天 在远古的一系列大能中 这绝对是最顶尖的存在 恐怕也只有开天霹雳的盘古 才能与他列为同级别的人 只是叶浩轩没有想到 女娲娘娘居然有后人 而且这后人还在冥界地府 这让叶浩轩感觉到不可思议 或许七杀和冰心之间 确确实实的是存在一些事情的 但这到底是什么事情 叶浩轩就不得而知了 叶浩轩并不是八卦的人 既然对方不愿意说 他也就不问 他现在担心的是 李延欣到底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虽然魔魂已除 李延欣在冥界也是喝过孟婆汤的 所以说魔魂不会再反弹 但是叶浩轩担心的是 喝过孟婆汤之后的李延欣 还能记得自己吗 哎哟 你们也是厉害啊 破军发话了 居然能把那万年不倒的封都 给干趴下了 这要是放在以前 这可是天诛地灭的大罪啊 哎 毕竟时代变了 现在犯下了这么大的事情 似乎也并不算是严重的事情啊 三千世纪已经发生了巨变 石殿阎罗 早已经不在冥界了 就算现在是把封都给一把火烧了 也不会担上什么大罪责 毕竟上面的人 已经管不到这里了 倒是那封都四方 这些年来在封都那里 过得挺滋润的呀 嘿 那几个家伙见识过 破军巍巍的一点头 都是会拍马屁的家伙 之前呢 跟石殿阎罗关系好 所以这个事件发生巨变 石殿阎罗即将离开的时候 就把重任委任给了他们 他们几个其实做的也行了 除了贪婪一点 似乎也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情 而且他们能把封都那里 管理的井井有条 历经万年轮回秩序不变 这足以证明他们的实力了 那几个家伙也不错了 是啊 他们几个 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一无是处 叶浩轩微微的点点头 只是太过于贪生怕死了 哈哈哈哈 他们要是不贪生怕死 封都早就被九幽珠魔给攻陷了 除了冰心之外 其他的八大魔头 可没有冰心那么好说话 他们绝对会削途封都 占据十八层地狱 前去轮回的人不死也得剥层皮啊 哼 说的也是啊 叶浩轩身有同感的点点头 所以这封都四方 我便把他们留下来了 以后封都重建 是需要新秩序的 不管怎么说吧 他们四个 之前在封都那里维持的形象 倒是挺好的 所以让他们继续管控着封都 会省去很多的麻烦 如果真的换了魔匠去 那有可能会吸引到不必要的骚动 哎哟 没错 封都的事情暂且不提了 哎 你得多关心一下你的事情了 破军看着叶浩轩 话里有话的说道 我这里 叶浩轩微微的一愣 我这里怎么了 哎 既然你从冥界回来了 那就证明我们没有看错人呢 破军欣慰地说 你的确是能助我十四主星脱困之人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玄武牙又回来了 我知道 他又回来了 而且他现在是血傀儡之身 更可怕的是 他拥有灵智 血傀儡本来就是一个难对付的家伙 再加上他有灵智 谁知道这家伙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呢 提到这个 叶浩轩也是感觉到头疼 所以 以后你的麻烦还多着呢 现在你得想想 怎么对付玄武牙才对 他强行契约了鱼下的血傀儡 这可不是一件好事啊 他们现在就是一个不死军团 随时都能杀回来 我也知道 他随时都有可能会杀回来 叶浩轩按着额头 他有些无语地说 唉 说真的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玄武牙那家伙一旦回来了 所造成的麻烦肯定更多 哎呦 他快醒了 哎呦 好了 我俩这些天守着你们 心里消耗的也挺多的 现在我们得回去补个教了 至于怎么对付玄武牙 你们两个商量这办吧 破军说着打了个哈欠 然后钻入了太长中 七杀走过来 他瞥了叶浩轩一眼 张了张嘴 似乎是有些事情 要问叶浩轩 但是他又不好意思开口 你放心 冰心人很好的 他没事 叶浩轩知道这家伙想问什么 所以干脆就给了他一句放心的话 他 他还恨我吗 哎 七杀鬼使神差地问出了这么一句话 虽然他知道这句话问得不妥 但是他还是忍不住地问了一句 两人毕竟隔了太长时间没见了 他不知道当年的恨 有没有随着时间的消失而散去 哼 叶浩轩有些诧异地看了七杀一眼 他微微地摇头道 不知道 因为他压根没有提过你好不好 七杀被这句话给呛得说不出来 既然没有提起过七杀 那就证明 自己在他的心里 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 七杀叹了一口气 他垂头丧气地钻入了太长之中 一句话也不说了 看平时话最多的七杀 现在有些垂头丧气的 叶浩轩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他清楚啊 清官难过 即使七杀是十四主星最凶的一个也不例外 哪怕是神姐 也摒弃不了七情六欲啊 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情 虽然确定李延欣无大碍 但是现在他还是一副昏迷不醒的样子 这让叶浩轩有些着急了起来 他不知道李延欣到底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毕竟两人是一起从明节那里回来的 现在呢 叶浩轩好好的了 但是李延欣却没有一点反应 这让叶浩轩的心理直打鼓 不停地为李延欣把脉 但是李延欣的表现也一直是挺好的 就只是他一直不醒过来 这让叶浩轩有些忐忑不安 直到夕阳夕下的时候 李延欣的睫毛才动了一下 他这才悠悠地转醒了过来 醒过来之后 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叶浩轩 他一咕噜爬起来 一把抓住了叶浩轩的手 你醒了 叶浩轩又惊又喜 我们现在是在哪 我们从无尽虚空那里调到哪去了 李延欣急急地问 他环顾了一下四周 嗅到了熟悉的泥土气息 这也才把一颗心放下来 我们是在地球呢 叶浩轩一文正经地说 你睡了这么久 总算是醒过来了 我以为 我们两个要在永浩虚空中 不停地坠落呢 李延欣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得知他和叶浩轩已经回来了之后 他这才把他的一颗心给放下来 这也算是我们的运气好 本来在永浩虚空之中 很少有人能黯然地回来 但是我们两个就是回来了 看样子 老天爷挺倦过我们的呀 回来了就好 李延欣问 你没事吧 李延欣问